新八市新典区新典新兵中心健康祝金材的各位 开办运动班要请到专业老师专业中备 讨厌处处处处互动以及竞争有氧运动 真加中心的既来力 为了高雷中心持续的运动 立中又特别准备全情的生日物 这就想问这些个就能在地生日物 对了老师和人家做到简单的有氧运动 每一天早上都是穿完外力 这是新八市新典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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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典 中心健康祝金材的各位 由于新教委头专业的运动机构 请专业的老师专业中备运动 他处处处处处处的方式 让中备能在游戏当中 愤年欢迎你又记得你 这些老师都很年轻很有活力 那所以他带的课程也相当的有创意 例如说他会让两人一组 然后用半蹲的方式做standby 然后下指令 然后突然的让两个人去抢地上的一个东西 那就很好玩 可是呢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 又可以训练肌耐力 那长辈呢其实对这种模式 还觉得蛮新鲜的 这期中央有十多的课程 为了高雷中央起上来运动 设设计你的理督 郭仁泽又准备全群众的设计物 让中央非常欢迎又驾驶 就一直担心长辈会不会因为天气热不想来 所以我就在宣传上面有说 如果你全勤的话 小国里长这边会准备一个神秘小礼物 让大家惊喜一下 那果然不负众望 我们长辈那个出息率蛮高的 有十几位都是有全勤的 白昼中央都在着专情的众励 在家最后一天 已经八十多岁的长奶奶就说 非常发展有这样的课程 老师到达应得 让他慢慢来增加共度 而且在有养木头 配上老歌 可以一边跳一边唱歌 现在他怕一万步都不会感到疼 我觉得说实在那个养 这因为这有养 真的我本来我是缺养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好 像昨天去运动 我真上汗 走着一半多步 我居然没有痛 没有心痛 真的 小夏丽的立地的郭仁哲 表示原本有很多专门 以为革命的理念 都是单纯的记忆你训练 不过来上课后 发现老师带动的方式很多发 所以大家越上越感到他 虽然这期已经结束 不过未来的气象 穿上官的库庭来开 让中价可以享受 运动的落双 保持身体的健康 更加务力 记者等待 先点报答